各位好,在下吉祥 今天我们讲第五讲 我们天荡顿法的 阴阳龙与阴阳症 阴阳龙和阴阳症相互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主要讲 法术清闻的天荡顿法 当中对阴阳的一个幻想概念 我们去这么理解它 各位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十二路 五阴回头我们再讲 法术清闻顿法也就是我们天荡顿法的 一个最大特点是有阴律所在 就是它要对阴律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掌握 所以说我呢本人呢录了一个四个半小时的 一个阴律的一个标端性的 一个全面的一个总结 各位呢再去回头 看到这个黄龙大律 太厨家宗等等这些阴律的时候 如果很陌生的话就赌钱 那个视频也就是如果你跳到这的话 这边就晕掉了 咱们一步一步来 天荡顿法大不大 天荡顿法比天高比海深 但是不是不可以学的 我们通过脚踏实地呢 还是可以一探端顶 就看你的觉醒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阴阳的这些数字 代表了什么意思 在这边呢我们叫做山海出律 通过我们山海出律 我们就可以求得这个无音十二语 这个盘面当中我们把它类比为一个我们的命盘的一个盘面 就是一个挂盘和甲子盘 比方说现在这边是我们的命挂 那么我们的命挂在这个宫格里闪烁的时候 我们的元会运势就是我们的四柱山 会按照这个程序排列到这个旁边上 那年在这个位置 我们的月在这个位置 我们的时在这个位置 我们的日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把它换算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啊就是元 这个呢就是会 这个呢就是运 这个呢就叫事 那么我们继续的把元会运势啊 用数字带起来 因为我们来看啊 元会运势啊 就代表了我们的四柱 那么在这个四柱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说元会运势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设计这个一个歌诀 叫做元会运势四柱山 恰若神龙首尾弦 就像一个龙啊 咬一个龙啊 咬住另一个龙的尾巴 来回的这么交织的啊 就叫恰若神龙首尾弦 那么我们如果通过我们的掌法 排列这个元会运势的话 比方说元会运势 这样的话呢我们会乱 那么我们把它演面成数字啊 比方说一二三四 那么我们在排列的时候说 四二三一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容易就能掌握了啊 我们就必须不用去背这元会运势 那也就是一二三四啊 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密码啊 一二三四呢根据我们的探人数呢 到四呢是史数啊 这里呢就开始演化了 这个东西就快活了啊 无论怎样 它就在这一二三四当中呢 一共有二十四个组合 咱俩算一下就多了 这是数学体 那么现在我们将元会运势标出来 这是一啊 这是二啊 这是三 这是四 那么现在我们以我们的命卦开始起啊 阳顺 阴密 那么现在比方说我们是阳正举 我们会求得什么呢 我们从这个命卦开始 我们先经过 会啊 那么也就是我们先求得了一个二 然后我们经过运我们求得了一个三 我们经过时 我们是啊 我们求得了一个四 年元啊 我们求得了一个一 现在我们所夺出的这一体密码是二三四一 是什么呢 这个是阳正举 二三四一 我们现在求得的二三四一 实际上换算出来阳顺 就是什么呢 就是会运 是 元啊 一个意思啊 就他 他一加一等于二 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因为一加一就是二 那么下面呢 我通过我这样的一个讲演 各位就理解了二三四一的这种密码 深海终于当中呢 去找这个密码 我们来看啊 二三四一在这里面 你我们去看它 属于英龙还是阳龙 因为这上面呢 叫英龙和阳龙啊 因为恰若神龙首尾弦嘛 它的原始个分是什么呢 他会运数是四柱山恰若神龙首尾弦 原位一柱四柱山恰若神龙首尾弦啊 一共是二十四个山互相交易的互相交易的 那么全部都是连起来的 那么到这边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所求得的二三四一在哪里呢 在位于瑞宾的阳龙 那么这个二三四一属于什么啊 属于啊 阳龙 属于什么律啊 属于瑞宾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求得了三百百出律 我们就得出来了 我们这一声的阳律是什么 是阳龙 它的原位于四柱山的罗龙是什么 是阳龙 来看 二三四一是阳龙 阳里面包含了阳龙和阳龙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求得了一个阳龙的瑞宾 下面我们继续啊 往下求 阳龙 什么呢 瑞宾 这是我们求得的结果 那么下面我们求得了阳龙的瑞宾 我们现在已经求得了阴阳龙了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理解这个概念 下面我们就要求阴阳正 那么这个正是什么意思 好 下面的话 黑板清光啊 因为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才能理解 那么下面呢 大家所看到的这两个图表啊 就是这个阴阳正 所写的是叫本一阳旋和本一阴旋 这个旋啊 是在我们在本次春季大会的时候定的 但是后来问师傅啊 这个真正的旋名啊 要叫正啊 非常切切 现在这个名字一拿出来啊 反正就感觉这个东西有立体的 整个的一个阴阳正呢 它的整个的一个求法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知识 那么现在看呢 我们看到本一啊 伪进了我们的功 然后呢 刀在六 君在七 明在八 物在九 士在一 臣在二 兵在三 神在四 它是怎么求出来的 那么我们这一局啊 所以演示的这一局啊 我们是阳阵局 阳阵局呢 我们应该啊 要用这个阳选啊 也就是应该用阳阵 但是呢 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涉及到这个用这个阴阵 用这个阳阵的时候 我们又不是阳 因为有的时候 每一个戏啊 是能走每一个步伐 因为我们所落空的这个节气啊 有的时候不支持你走这个阳阵 走这个阳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选阴阵走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是阳阵啊 用阳阵 这个时候是不花钱的 但是如果你是阳阵 你要用阴阵的话 这个时候你是要付费的 那么我们现在是阳阵啊 阴阵 还有一个呢 用阳阵 阳阵 还是阴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 用阴阳的角度啊 我们就看这个数 阴隆和阳阵之间 它有一个阴阳匹配的问题 还有阳阵啊 和阴旋 阳旋之间的一个匹配的问题 那就是阴隆啊 和阳阵和阴阵的一个匹配关系 就产生了三种比较复杂的一个阴阳关系 那么这些情况 都是要经过 如果你要用的话 都是要经过阴阳换算 如果它不对头 那么全要花钱的 怎么花 以后我给大家讲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阵啊 是怎么生成的 我还是画一个举功德 太理功啊 给大家拿出来 整个的在太理冰法里面 它 这个是阳下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本 本界争得 用生和 然后顿正 那么在这个图表当中啊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本一这个系 这个系在哪里啊 本界争得用的这九个系在哪里啊 这个九和系啊 也称之为九旗 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APP上 你打开啊 进入池塘以后 点开 你可以查到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九个系 或本或证或见或得啊 本界争得用生和这九个系 那么现在这个九个系啊 现在所挂的这个 像平方这个本系 挂的这个鬼 这个鬼啊 叫做弦 这个弦在哪里呢 在这 它整个的一个排列组合啊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本界争得用生和 用这个图表就求 可以求有本界争得用生和 这九个系的排列顺序 通过这九个系啊 所挂的这个弦 就排定了这个弦的次序 通过这个弦的次序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九宫飞蜀 那么我们进入到飞蜀的状态当中的话 如果鬼啊 进到中宫的话 那么这个就叫做本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是本一嘛 因为那是本情嘛 那么本情的话 本一啊 看到阳玄 那么他这个鬼啊 进中宫了 为什么这个鬼进中宫 因为 本系啊 挂的这个鬼的玄啊 所以说鬼系 那么也就是说 他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本啊 这个鬼的玄就相当于本系啊 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那么 下来呢 以此类推 鬼之后是什么呢 鬼之后啊 一二 二之后是谁 二之后是借过了谁的玄呢 过了刀的玄 那么 五完了之后是几啊 五完了之后是六 这个就叫羊犬 也就叫羊犬 那么我们看到鬼啊 刀 那么下面呢 然后四是明 我们看明在哪里 七完了之后是八啊 明在这儿 是自己啊 是九 九完了之后五 进到这儿了 因为他这边 明完了就是五 就是路在这儿啊 是 神 刀 是神 兵 神啊 至此 我们就将整个的本一啊 给大家呢 求出来 本一的这个阳阵啊 就暗自排列了 那么看我们到这边呢 大家再看本一的阴阵 他是怎么排的呢 同样啊 鬼入中啊 这个本情进来 挖着他的弦啊 为鬼 为鬼 那么他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什么都不要动 他要死 因为他是阴阵 他要逆行啊 那么 鬼完了是什么呀 在这边 鬼完了是刀 刀往大的走 是吧 那么他这边 刀往小的走啊 没有什么难住啊 只要 咱们脑子开窍了 就没有任何难度 那么 鬼啊 刀 军 名 戌 到这个地方 几万会传啊 士 臣 兵 神 然后回归啊 这样的话呢 本一的阴阵和阳阵的演算方式 给大家教的明白 至此啊 我现在就整个阵的问题啊 已经给他行 完成了 什么叫阴阵 什么叫阳阵 阴阳阵 那么现在我就抢主要的解决 阴阳龙和阴阵阵之间的一个换算求同关系 他们如何在 本来啊 我们来看 阴隆阳阵和不上 那么阴隆阵阵再和一选 也和不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第三个都不平均的情况下 相互之间都从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让他们达成共识 就是三方啊 三方会谈 美国朝鲜和中国呢 怎么才能坐到这个桌子上 那么必须要有代价 谁有代价的 双方三方之间的都要进行立出让 才有可能达成 坐在这谈论桌子上 那么同样的道理 在一样东西 一样正当中的话 也是需要付出的 干嘛呢 我们又用钱买啊 这个世界有钱就可以 那又用钱买 这个钱在哪里 这个钱在我们生争里带来的两处命中啊 所给我们啊 这个钱我们要花出去 能花出去就好 能花出去能够用 就是好 就达成为目的 好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 整个的一个要花多少钱 看它是什么价格 接着大家时间啊 我还是把它整理出来了 我先说一下不付费的情况 不付费啊 就是英顿 英龙和英镇 杨顿 杨龙和杨镇 这个就相当于 英顿 英龙和英镇 这就相当于这个这个苏联 什么华约 你说在他这个阵营里当中的话 咱们不点儿军年花什么钱呢 这杨顿 杨龙和杨玄 和杨镇 那就相当于北约 在他那个北约的体系当中 也是不需要花钱的 但是 这是人影响的状态 但是下个人的付费情况 一般来说 我们人生没那么顺利 一般都是有付费的情况 付费我们看一下 付费啊 阴顿 杨龙和阴镇 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阴顿和阴镇合成了 但是他的龙不对 龙不对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花三个六 干嘛 转绿 转成阴龙 把这绿转 怎么转绿呢 那么我们这边啊 这个用了二三四一 那么下面我们是用的是 啊 阴龙 但是我们经过转绿以后啊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阳龙啊 为了配合 阳顿啊 那么我们就用了一四三二 都是冰冰的绿啊 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龙啊 发生了阴阳的转变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阴律的奥妙的地 同样啊 阳顿 阴龙和阳镇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也学化三个六啊 进行一个转绿啊 把这个阴龙换成阳龙啊 就这个意思 好 下面我说一下死镇的情况 除了镇的情况 还有死镇的情况 什么叫死镇的情况呢 比方说啊 阴顿 阴龙和阴玄 全都合得很完美 但是呢 你用的这一系啊 只有一个步伐作用 但是你落到一个步伐里面 你一步就动不得 被困死了 我们叫做死镇 在死镇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进行付费 巨星怎么付费呢 那么我们用它来举例啊 阴顿 阴龙 阴镇 那么下面 我们一看 这个阴镇 完全一步也走不了 完全死 叫做死镇 那么在死镇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掏弃这个阴镇 我们要用使用什么呢 要使用这个阳镇 使用这个阳镇的时候呢 我们花钱了 花多少钱了 花了三百六 干嘛呢 换镇 就这个时候我们用不了 阴镇我用不了 我用阴镇 阳镇的作用 花了三百六 本来不分费的情况 现在我们花了三百六十块 花了三百六之后啊 这个时候吧 他的这个地方 成之成了阳镇 这三个六花完之后 不算了完 为什么 因为你阴镇 阴龙啊 换成了阳镇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要啊 将这个 你还要将这个阴镇啊 换成了 换成了阳镇 再换成了阳镇 再换成了阳镇 这个时候 他换成阳镇以后 我们看 他与阴镇啊 不相匹配了 不相匹配了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个时候 我们再换一个三百六十 把这个阴镇啊 换成这个阳镇 至此啊 阳镇 阳率啊 那么阴镇啊 可以容忍 这样的话 共计等于七百二十 八到七百二十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兵法的一个调整 至此呢 我就将这个阴阳能与阴阳镇啊 这个情况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 一般来说的话呢 应该啊 我们的命法当中的极端的这个局势的话 把我们有钱是花不出去的啊 经过我们的一个换算 花不出去有没有办法 花不出去有没有 花不出去的办法 咱们下面啊 继续啊 再跟着讲 里面的啊 这些弯弯绕绕 至此呢 我就将整个的啊 这个阴阳镇 给大家做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一个梳理啊 和阴阳镇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 整个生成的 整个演化的啊 整个吹道出来 也做了一个生成的一个处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去看看的话呢 阴阳顿啊 和阴阳镇 还有阴阳镇之间 三元之间的关系啊 是比较微妙的一个关系啊 基本上要达到一个穷童 最起码要达到一个二者穷童啊 关系啊 如果能穷童的话 妈妈呼唬咪咪咪咪咪 如果三者达到穷童的话 那么就很很省钱了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通过这套数码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古人啊 对于我们人生啊 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格局啊 那么有它有 有它们独到的地方啊 它们有了一个富贵官啊 什么叫富贵官呢 命里面有钱啊 还不够 还要怎么样呢 还要花出去 花出去才叫贵呢 我有钱了 那么我能够在正法里面 花出去 这个才叫贵啊 加起来才叫富贵 那么我危险了 但是我正好啊 能用吗 如果钱很少 但是我赶着局势正好 那么我把它布进去 那它就是贵啊 不一定负 但贵啊 那么既富又贵 那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么如果 布下去 布下去之后 我们还剩钱 哎呀 那咱们还有用处啊 这种古人呢 对这个富贵这两个字 有独到的一个建议 我们天歌顿上怎么说的 叫做官博富贵啊 思考这些东西啊 同时呢 我们通过这个富贵观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人呢 这一生呢 很难啊 尽善尽善 如果很多 大多数的情况啊 我们啊 拥有的财富 但是不能用于正法 都没有什么 说明我们有很大的才能 能施展的余地啊 很小 那么通过这个 齐文童讲的演算呢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什么样的平台 通过我们的兵法的布置 我们就开始思索人生 我们这个人生怎么走 可能我们忙碌了一生啊 可能我们用其他不好方法 我们忙碌了一生啊 我们没有时间去坐下来 去看一下我们的人生 到底该怎么走 兵法一拉起来的时候啊 整个阵一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从某种意义上一样 对我吉祥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 这个时候 我真正 真真真正的 知道了自己的艰难所在 知道了自己的富贵的 既经既量 也知道了事实的艰难 也知道了阵法的严苛 同时呢 我终于喘一口气啊 回望一下自己的人生 怎么走 怎么做 怎么行 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就对小的小趣的事情呢 你就不再计较了 因为我就知道了 一般来说我们碰到的啊 都是市政 都是市居 因为啊 叫做天杀地路 人乡嘛 这时是没有办法 我们能坐下来啊 排这一居 说明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啊 也进行了一个思考 好咱们这一节就讲到这 下一节呢